大家好,我是小茉莉 这回红军老祖掐指一算 知道他们在洞里已经呆了365天了 两个青年人和飞行走兽 喝了紫霄宫里的群浆玉叶 都不恶不可,一群都玩 想不到浩子可开宫门 使外面的邪气侵入宫中 仙宫里的群浆玉叶化成清水 那些留在洞中的狮、圆、酱、猫头鹰等飞行走兽 再怎么喝清水也喝不饱 饿得扛不了 想走也走不动 想飞也飞不起来 大象喝水用鼻子吸 始终没抬头 和那些留在仙洞里的生灵 全都化成了石头像 到现在水洞里还要拿一箱细水呢